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5年12月11号 今天录完了 再录9次 就是说总共再录10次 李敖有话说的录影就全部录完毕 告诉大家 今天是最后10集里面的第一集 你要谈什么 把后世一样要把我要说的话 我的感觉要把它说出来 为什么说出来 因为以后时过境迁以后 生态平衡被破坏以后 什么时候再说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会用这最后的10集 把我要说的一些话说出来 当然是杂七杂八的 不过还是值得一说 我住在中国的台湾 台湾对中国太重要了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单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行省 一个省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而是台湾是非常热闹的 也相当有趣的地方 每天乱哄哄的 各种怪招 各种杂七杂八的消息层出不穷 所以台湾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对我们中国而言 它在领土的东南方有这么一个岛 而这个岛每天乱哄哄的 很热闹 也可蛮去的 很逗乐的 所以我说 我难免会谈谈台湾的问题 用台湾来扯到整个我们中国的问题 大家的前途 跟我李奥的方向 我首先跟大家说 台北市市长选举开票了 正如我所说的 我不可能当选 我怎么会当选呢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 我对我的处境 估计的多么准确 我讲的真是 也是笑话给大家听 李奥有话说的制作人 其中一位叫做王翔基 是我的老弟 是我的金主 是我的邻居 是我的好朋友 上一次我们在选所谓的立法委员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几个朋友帮忙的 就是说 我们大家估计一下 李大师会得得好票 每个人交了一千块 我特别交两千块 因为我是当事人 我的制作人王翔基也交了两千块 干什么 都在一起 大家赌一下 每个人写个小条 然后折起来 最后看 谁估计他 李大师得票的数字 估计的最准 最后 那个钱我赢了 为什么呢 你们都估 估不过我 我李奥最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我会得到多少票 这一次12月9号开票的早晨 我的一脸感冒了五天 他们到阳明山上我的书房来接我 我们一开 他们就说 你说你会得多少票 你顾顾看 他们都顾好了 小条都写好了 我的当场交了两千块钱 我说我会得8500票 大家一听啊 笑起来了 为什么笑起来了 因为刚才在地下室停车场的时候 我的经纪人就是王翔基 本节目的制作人 他写在条上的也是8500 两个人不谋而合 两个人看法是这么样接近 别人估的都多 我们俩估的都是8500票 结果开票出来 你们知道我得多少票吗 我得了 接近了7800票 就是说离8500票啊 相当的接近 你了这样子估算的吗 台北市有200万的选民 你都不会估计你会得 两百分之一的票 或者一万票 你都不估 你就估你自己 七八千票 选出来 果然就是这个票 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这样子 自知之明 知道我们跟群众 搅在一起的时候 群众怎么样对待我们 群众怎么样的看我们 我们知道的一清二楚 知道的一清二楚 还要跑出来丢人现眼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伟大的使命 要表达 我跟我太太说 我离开了北京 到了台湾 在台湾的飞机场上面 陈文倩 李永平 李庆华 他们来接我 陈文倩在我耳边 偷偷的讲了一句话 他说 李大哥 我看你是跟北京 说再见 你跟北京道别 大家都觉得 你去北京 57年以后回到北京 以后会常常回来 可是我觉得 你在跟北京说再见 我笑起来 为什么呢 陈文倩真的了解我 我这次选举 在跟台湾说再见 用什么方式呢 用一个很激烈的方式 就是老子要参加竞选 要跟你们玩 玩着一趟 然后说再见 为什么要用这么激烈的方法 因为我要用选举的方法 跟大家说再见 我太太笑我 谁稀罕你在说再见 什么人在乎你来说再见 人心都死掉了 谁在乎你来说再见 你天真 你还要说再见 我太太有她的一个特殊的看法 她比我小30岁 所以她的观察 更有那种时代性 为什么我要说再见 就是我在节目里面 告诉过大家的 我跟台湾情缘已尽 可是最后 不要说 我没有说真话 不要说 我没有给你选择 我告诉你们 我说了真话 你没有这个水准 投我票 我早知道 我有足够的智慧 知道你们这些笨蛋 不会投我 可是我也说过 10年以后 20年以后 30年以后 50年以后 你们这些笨蛋 当你们老的时候 你们在冬天 会觉得冬天很冷 为什么 因为你们会悔恨 哎呀 10年以前 20年以前 30年以前 50年以前 当年应该投李大师的 为什么没有 投李大师啊 因为有个小心眼 什么小心眼啊 我们不愿意 民进党的 绿色的 谢长廷当选 所以我们要集中选票 投了那个蓝色的 所谓蓝色的 郝龙斌 国民党的郝龙斌 我们并不愿意投郝龙斌 可是不得已 为了不愿意 绿色赢 所以我们只好投了他 今天台湾 有一个笨蛋 笑嘻嘻的 傻乎乎的 说他当选了 要赢10万票 赢20万票 跟他爸爸报告 说 总长 我攻占了山头 这个人就是郝龙斌 他是个傻瓜 为什么 并不是选你啊 大家不是要选你 你何德何能 大家要选你 大家是怕 民进党的谢长廷当选 才投了票 寒慰投了票 选你 选你这个小子 你还得意 以为是你 吸引别人 错误的 可是大家为什么这么痛苦 今天选举下来 我们笑 台湾没有人快乐 蓝色说输了 因为高雄丢了 瑞德说输了 因为台北丢了 选民觉得很失落 觉得怎么回事 怎么搞成这个结果 大家都不快乐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失落 为什么失落 因为台湾 整个的 在走火入魔 在荒腔走板 在迷失了 在迷失了 在迷失了整个的方向 为什么我们印度人 为什么我们印度人要吃苦 我告诉你们 我们会继续吃苦 别以为现在我们吃的苦 就是我们的底线 错了 我们还要继续沉沦 继续吃苦 因为我们吃的苦 不够 受的罪不够 所以绝物不够 因为绝物不够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迷失 所以 恶性循环 还要继续吃苦 今天的台湾 就是这样子 你以为今天台湾 这个样子吗 我今天在录影 2006年12月11号 就在昨天 12月10号 六口之家 五个人自杀 爸爸带着小孩子 自杀一组 妈妈带着小孩子 自杀一组 只剩下一个小孩子活了 六口之家 五口自杀 今天报上的 头条新闻 为什么这样子 活不下去了 活得也没有意思了 所以用这种方法 他们在自杀 他们是弱者 强者不是这样子 强者我跟你拼命 对不对 不是 他们弱者都选择自杀 这就是今天台湾 我告诉大家 台湾还会继续下降 继续沉沦 为什么 因为受的罪还不够 古书讲 天作孽 有可伪 自作孽 不可惯 这是书经的说法 按照孟子的说法是 天作孽 有可伪 自作孽 不可活 就是 你自己作孽 没救 今天台湾就是这样子 还会更向下沉沦 更惨 更 在世界上面出居 台湾占全世界 领土 只占全世界的 百分之零点六 百分之零点六 这么小的地方 这么小的地方 对这个世界而言 你哪来的竞争力呢 你没有竞争力 你还不晓得 去抱住那些 能够帮助你 投机取巧的 这些团体 这些政治势力 你还要跟这些政治势力 在对抗 这不是找死吗 今天台湾就这样子 明明应该 死皮赖脸的 赖住北京 抱住共产党 动你共产党的产 这才是聪明的台湾人 干的事情 今天 不死之徒 自己的观众们乱搞 看到没有 六口之家 五个人自杀 他还在选举 干什么 所以我告诉大家 台湾还要继续受罪 继续沉沦 可是有一个好现象 那天开票以后 记者包围我 我好像在幸灾乐祸 一样在讲话 我说这下子可好了 北部的台湾人 台北市民 再也不要笑 南部的台湾人 因为 你为什么笑南部台湾人呢 南部台湾人 不管多苦 我们要选沉水扁 沉水扁不管多坏 我们要选沉水扁 因为他是绿颜色的 因为他是民进党 你们会觉得他们没有理性 觉得他们 不该这样做 愚蠢 这下子好了 这回在台北 我们亲眼看到 所谓蓝色的集团 所谓知识程度高的台北市 所谓水准高的台北市 所谓奚落南部同胞的 这些台北市民 你们选出来的人 你们选他的心态 原来跟南部的是一样 为了不让 绿色的民进党当选 我们要选蓝色的 国民党的郝龙斌 不管他多无能 不管他多没有人格 不管他多坏 不管他多贪污 我们就是要选他 你们这种做法 跟南部的同胞 有什么不同呢 你们以后还喜欢 还有本领去笑别人吗 奚落南部的 这些知识程度 不够的同胞吗 所以这次啊 我觉得 最好的一个结果 就看到了南北 在头脑不清的观点上面 完全一样 这是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可是有一点 我必须跟大家说 大家忽略了 国民党有一个最后的胜利 什么胜利啊 就是当蒋介石统治台湾 26年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接班 蒋经国统治了台湾 13年死了以后 他的走狗接班 他的走狗是谁呢 名字叫做郝伯村 他是个四星上将 是台湾有名的军头 郝伯村曾经公开的说 当时李登辉接班的时候 他要是不点头 李登辉不能够顺利接班 可见这个军头 四星上将的好大将 如何的指手可热 当时他点头 所以李登辉上来了 然后就是好大将 来控制台湾的军事 最后李登辉 骗他来做行政院长 就是所谓的国务总理 他就交出了军权 他跟军权脱身以后 他要被李登辉分化 最后这些所谓的台独分子 在所谓的国会里面闹他 把他赶下台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特色 就是好加班复辟了 不是吗 他的儿子都上来了 今天我们看到了 大家在台湾辛苦这么多年 最后看到两个怪胎 一个怪胎就是民进党这个怪胎 另外一个怪胎 就是国民党这些渔猎 最后在马英九的撑腰之下 拱出来更大的一个渔猎 他的名字就叫做郝龙斌 原来最后 他们延续了好加班的这个香火 从蒋介石到蒋经国 父子相传 然后蒋经国传到了 郝伯春 是主人传给走狗 然后郝伯春又传给了郝龙斌 又是父子相传 原来我们在台湾 57年来看到的局面 就是国民党的这个主人 跟走狗之间的代代相传 父子相传 我们辛苦的投票 我们含泪的投票 投了半天 最后造成的是成就了一个家族 一个王朝 使他们家族延续 使他们王朝延续 这些投票的选民 未免太天真了吧 当然我在节目里面会这样说 为什么你们干的这种事情 今天结果就是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看看资料 一眼就看到了这些资料 摆在这里 这就是李登辉 请郝伯春 做了所谓的行政院长 在台上的时候 结果 郝伯春被赶下台 可是 层级何时 我们看到清清楚楚 他的儿子都开始接受了台北市的市长 这个时候今天的所谓的蓝色的阵营 所谓的那些手死不去的 中党爱国的国民党党员 你们做何韩响 就是我李奥自拿的这个图案 这个图案就是我常常拿出来的门神 这就是门 你们是门神 当国民党开门的时候 你们两个门进来了 门神进来了 属于这个家族 他一关门的时候 你们就在门外面了 今天所谓蓝色的拥护者 所谓国民党的忠证党员 你们都是门神的 真正国民党的核心的意义 吃香的喝辣的 会分给你们的吗 你们现在108万会分给你们吗 这么多的国民党党产 被麻烟酒卖到了 他们会分给你们吗 说国民党有精神保留着 什么精神保留了 我给大家看过资料吗 连一个国民党的党报 中央日报 每个人出100块钱 就可以把他救下来 108万的党员 都不会救 这他们的报纸 国民党没有了 你们这些人跟着起空 跟着摇旭大喊 跟着喊泪投票 以为你们赢了 事实上我告诉大家 输了 双方都输了 民进党输在了一个 堕落的民进党 国民党输在一个 原来选了半天 你们选出来是 蒋介石儿子的 走狗的犬子 走狗的儿子 这是你们干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结果 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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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完了的第三天 就是一家六口人 五个人自杀 这就是今天的台湾 台湾受的苦还不够 台湾会继续沉沦加群 我们不是看好戏 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可惜 我们也无力挽救 可是不要说 没有人 说台湾没有聪明人 台湾没有先知者 有聪明人有先知者 他就是聊 最后把真话和真相 告诉了你们 大家清清楚楚的看到了 如果好戏 我们 자기天见 我们愿意 我们再来 我们 我们 都 我们 我们 感谢观看